Hello 大家好我是Roka 本次影片感谢Western Digital赞助播出 那今天影片重点呢 主要就是要来帮我的新版的PS5主机 也就是Slim版本的主机啦 扩充SSD 另外还要帮这一台 我已经放了很久完全没有扩充容量的 X80 Civis XS呢 顺便也来扩充它的容量啦 那其实呢PS5啊会欠缺容量这个问题呢 在新版的主机上面是有得到一点点小小的缓解 但是1TB的空间 我相信应该是大多数的玩家还是觉得不太够用 所以呢一样要透过我们额外扩充的SSD来增加它的容量 这样玩起来才会更加舒服 X80 Series X呢 其实对我来讲就像是玩XGP的一台游戏主机 但是XGP的选择其实也越来越多了 偶尔也是需要去删除到一些比较久可能没有玩到的游戏 但是这次透过扩充能量之后呢 你就可以放上更多的游戏 好好的让这台主机发挥更大的游戏效能啦 当然如果说你是要拿来扩充旧版的PS5主机呢 它也是没有问题的 首先我们看到的这一组啊 是PS5游戏主机官方授权的版本 那它上面呢是型号SN850P 有搭配上的散热片 所以基本上给你在安装PS5主机的时候呢 是非常简单的 容量的大小这次是1TB的 另外还有2TB 4TB的版本 可以依照你玩游戏的习惯来做选购 读取速度啊则是7300MBps 这个速度是远远的超过PS5游戏主机的要求 所以呢也可以让你的游戏主机啊 玩游戏的过程当中 读取可以更加顺畅 接着我们看到本体的话呢 它就是这样子小小的一支SSD 那基本上它有附上散热片 而且各位可以看它的宽度啊厚度啊 虽然说已经有多出了一些散热的空间啦 但是这个体积这个大小塞进去你的PS5里面 就是简简单单 而且完全不用担心 在安装的时候 搭配上这一个散热片呢 可以让它跑得更加稳定 小提醒一下 PS5要使用内建的储存空间 或者是这样子安装进去的SSD呢 才可以安装PS5的游戏 假如你是使用外接的SSD啊 它是没有办法安装PS5的游戏哦 那接着我们就来把这一条SSD呢 安装到新的PS5 Slip的版本里面 Slim版本的侧盖啊我觉得是相对比较好拆的 因为Sizei有跟大家分享到 在拆光碟机这边啊 就是光碟这一条 光碟机这一条的 下面把它拆开来之后 就可以直接看到光碟机 这个外壳在拆真的是相对的容易 这次我们要安装SSD的时候啊 其实就是上面这一块 它有更简单的 一样是这个位置 然后直接把它打开来 这样子的就拆开了 然后你可以看到散热风扇 跟这一个就是我们SSD要摆在里面的铁盖 铁盖的部分呢 我们先把它给拿掉 OK那再来呢 里面有一个小小的螺丝 这个螺丝呢 也要先把它给取下来 因为它等一下呢 就是要固定我们的SSD 接着取下来之后啊 因为我们这条SSD 是到80的这个位置 所以下面的这个小小的铁柱 就把它摆在80这边 先把它摆好 然后SSD呢 我们就把它给 斜45度 先把它给插进去 OK那接着摆下来之后 它就是刚好固定在这一个小框框里面 非常非常的刚好 非常非常的合适 然后我们再把螺丝给锁上去 其实啊 有买这种里面内部散热片 然后又是有透过授权的 基本上在安装的部分呢 一定都是更加简单 最后啊 我们再把这个铁盖子拿起来 一样把它给盖上去 这个我是建议要把它盖好 最后就是把侧盖 一样扣上去 这样子就搞定啦 SSD在装进PS5开机之后 会需要先行格式化 这边也可以看得到 SN850P装在PS5里面呢 读取的速度高达 6545MBps 比PS5官方建议的 5500MBps呢 还要再更高 接着我们也可以看到 PS5博版的新型主机啊 的确升级了内建储存空间 从之前660GB左右啦 升到了820GB 但我相信 对于稍微会玩多一点点 游戏的玩家来讲呢 这个储存容量肯定还是不够 所以在SN850P安装下去啊 整整就是会再多出1TB的空间 这个会依照你买的规格大小呢 来提升你的储存容量 那我会建议呢 先把安装PS5的游戏位置 调到SSD来储存 这样子就可以有效的利用到 我们的这一条SSD 不管是在安装游戏 开启游戏的读取时间啊 我都有稍微的去测试一下 包含在游戏中进行的过程啦 基本上你把游戏安装在SN850P里面 它就是超快超稳定 另外这一组呢 则是Xbox官方所授权的 一样可以拿来扩充容量 它的大小是1TB的 另外也还有512GB的版本可以选购 下面来这里可以看得到 它就是来自于Xbox 而且造型上来说 一页比较特别 应该就是专门为Xbox所制作的 里面的话呢 它的造型还算蛮独特 就这样子小小一组 可以扩充1TB的容量 真的是非常小 而且读取速度啊 还有外观的设计啊 应该全部都是为了Xbox CXS或X 来做一个设计的 它只要这样子打开来之后呢 就可以直接插入主机来使用 造型真的非常特别 上面这个盖子来 也是让你在携带的时候 或者是拔下来的时候呢 可以做一个防尘的使用 这边你要小提醒 如果是使用Xbox的专用储存装置呢 基本上游戏就可以做到 离开再瞬间回复的功能 也就是说呢 你可以玩一玩中底游戏 玩另外一款游戏 如果中间你又想要换回游戏的话呢 也可以直接再跳回来 接着要换来扩充我们的Xbox Series X啦 那小小的储存装置啦 其实它就可以满载1TB的游戏空间 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而且呢我买了它这么久 总是要帮它增加储存空间的 这个扩充的装备要安装的位置 就是在主机后面的这边 另外它有做一个防呆 假如你是插错边的 像我这样子直接就卡住了 直接就完全卡住 是插不进去的 那你把它直接转过来之后呢 这样子就可以顺利的把它推到底安装完毕 真的是有够简单的 这个速度大概只需要几秒钟 就完成扩充容量了吧 好简单 为什么我没有早一点赶快装呢 好接着我们就还是一样 开机去看一下里面的状况啦 进到Xbox Series X的管理储存位置 就可以看到 躲出了一个920GB的储存扩充卡 一样可以先做调整 把Series X跟S的专属强化游戏 由先安装到C50的储存扩充卡里面 接着它这边示范一下 游戏中离跟快速恢复的功能 你看我可以打完上时 接着直接转回三洋游戏 当然你要再转回上司的游戏 它们也可以做一个快速的恢复 那两款游戏呢 也都是安装在C50的储存扩充卡里面 所以除了内建的储存空间 有支援到这个功能以外呢 额外增加的啦 就是要这种规格 才有办法支援到游戏的快速恢复 OK总算是通通搞定的 那我自己个人觉得啦 如果你要安装这种扩充容量 扩充储存容量的产品 其实有授权的相对是比较简单一点 因为它的规格上来讲 全部都是有经过官方的授权 所以一定都没有问题 你在装的时候呢 就是你只要不失误 把东西可以装进去 这样就好了 而且刚才影片当中也有示范到 其实你在安装PS5新版的主机 它的扩充储存空间的位置 还有包含Xbox Series X 要安装储存空间的位置 基本上都是非常的简单的 产品的部分呢 本身也有经过官方的反复测试啦 包含外观的规格 还有硬体本身的规格 全部也都是有符合到 这些游戏主机的官方需求 他们就是可以透过很简单的安装方式 让自己可以轻松 帮自己的主机提升储存空间 那在玩游戏的过程呢 也可以减少再删除游戏的这个次数 比较不会说有一种被赶着走的样子 好像新的游戏要来的 旧的游戏就要赶快破关 不然呢 等下你要删除啊 再回复安装啊 就需要花上比较久的时间 那当然刚才大家也有看到啦 其实在安装游戏啊 或者是在读取的过程当中啊 也都可以非常顺畅 所以如果你最近是有想要帮这台 PS5的新版主机 或者是旧版主机升级空间 或者是Xbox Series X XS来升级空间的话 这两款就可以列入一个参考 影片的下方在说明栏里面啊 我也会放上相关连结哦 有兴趣的朋友就可以去点击 参考更多的资料啦 OK那今天影片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了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在下面点喜欢并且分享 也别忘记记得点赞的YouTube频道 我是洛卡 我们就下支影片见 拜